之前我们做过的跑圈苏干一大行品中 我们对于B-Mai这个品牌推出的既便宜 性能又强的苏干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那个价位应该是高性价比之选 因此我们这次就为你们测评B-Mai品牌新推出的 远征者陆寻城市户外双息跑鞋 首先B-Mai这个包装直接舍弃鞋盒 采用缓冲气柱防震带 既环保又省成本 B-Mai的slogan专注跑步好或不贵 最见得他们认真在研究怎么做高性价比的跑步产品 而不是包装这些虚头霸的东西 轻松就可以打开包装拿出鞋子 可以看到这双鞋的设计 其实与B-Mai之前出品的传统跑鞋外观是非常不一样的 有着时尚的外观和现在流行的厚底 这个5.5厘米超高的厚底 简直就是矮个子的福音 而且从设计上来讲 这个厚底的设计并不突兀 加厚中底和上面的山脊形状的TPU天魔造型上连成一片 仿佛将高山完全征服 每一步如履平地 并不像某些高端增高鞋那么丑的以人注意 中底具有慢跑鞋G1 采用EVA加PEPA一体发炮成型 B-Mai将赛季竞赛鞋下掉PEPA加入日常跑鞋中 就是为了提升中底的舒适度 吊牌上显示此款鞋底具有7软弹9的优点 能和量回归率达到78% 暴走不累 46度黄金硬度稳定覆盖全路况 而鞋底又采用5.5毫米厚度的 库外跑鞋锯齿底纹 抓地止滑能力出色 非扑装路面响应反馈也更迅速 该鞋底在兼具轻量的同时 还能有着超耐磨的优异表现 因此40码单只重量实测为288克 堪称越野赛级重量 并且整体采用更加适合国人脚型的加宽鞋楦 穿着舒适的同时还能做到又厚又稳 加宽上翘结构加上防撞橡胶鞋头 即使轻量化的运动跑鞋 在户外也能保护你的胶质 更适合各种城市和户外运动场景 鞋面采用一片式定位提花编织工艺 再赋一点阵透气孔增加透气性 仅有单层网布没有内衬 让这款鞋不闷脚不摸脚 鞋舌也是采用轻薄的多孔透气面料 满足户外运动对脚部全面包裹的支撑和透气舒适需求 鞋带扣和鞋头以及侧面都采用TPU附膜的工艺增加强度 鞋带孔采用三段八孔锁定方式 保证的贴合度提升发力稳定性 采用反光纸化鞋带增加夜跑安全性 足见避麦的专业基因 后跟采用单风压嘴式 穿脱更加方便降低磨脚的风险 而还有就是这款鞋的鞋垫 采用还有35%汗麻纤维 汗麻与复合纤维混纺而成的鞋垫布 具有一菌除臭 吸湿素干 并且在运动中长时间保持鞋底干爽的特点 取出鞋垫我们还发现 陆寻连鞋底布都采用的不是布 而是类似凉席的多层妄恐结构 一个字 绝 所以避麦这款陆寻 是我们在夏季逛脚裸穿下来 并不闷脚的跑鞋 所谓的单风压嘴式后跟 光看宣传 不觉得真有啥用 实际穿你才会发现 由于这个造型和不会它的硬质后跟 你根本不需要再弯腰穿鞋 并且这些看似宽厚的鞋底 穿上确实相当的轻巧 完全没有很多类似的鞋穿起来 有点跑不动的感觉 鞋底的回弹反馈也很好 应该是少有能给你认谈感的跑鞋 关键是这款鞋看起来时尚 穿起来舒适 跑起来还专业 毕竟是专注跑步的必买出品 所以不论是城市铺装路面 还是郊区礼食 土路等户外齐区路面 都能防滑抓地 稳定舒适 这样一双跑鞋就像现在城市的年轻人 追求着慵懒 舒适 躺平 但内心又有着一颗下往外面世界的心 也许早上还在办公室 晚上下班直接进山 鞋都不用换 一双路巡就能cover多长景 所以我们认为 毕卖远征者路巡 就是能给予你不论是城市 还是户外都舒适和稳定的一双好鞋 目前活动价399元 具有黑白搭配的白日梦想 和浅灰配色的江山如画两个配色 我想这个价格要找一双 能增高 能轻便 能舒适 能运动的鞋 除了毕卖远征者路巡之外 没有人有这么长的名字了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给我们点赞评论 并分享给其他人 谢谢您的支持